Lio聊世界天天中心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来看中国人对上波士人 这一场比赛是索科特拉岛 OK,那这场比赛是天梯上的 那这边看到中国Viper是开局签点的支部 因为中国开始的Raw是归零的 所以一定要赶快点支部 让城镇中心尽可能的不要闲置太久 那中国人这边是点下了16寸 16秒的时候点下一寸 所以这边的经济优势大概会是两寸的优势 虽然开局加三寸 但是闲置15秒左右 基本上是少了一寸的概念 但以16秒左右就获得一寸的经济效果 其实已经算是很快了 好,这边可以看到对手波士人已经开始搞事了 先去把Viper这边的大象给拉走 波士这边也是超级顶尖高手 他分数已经来到了2500分 这个Label应该算是跟MBL一样的 好,那这边是选波士 那意图应该是很明显的 索克特拉岛波士就只有一个选项 那就是TC爆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波士人TC爆会怎么打 那在索克特拉岛这种地图来说 他其实就是超级打架地图 就是尽肯的打架 只要你空到越多的地图 这个黄金矿 只要打得越凶 你的胜率就越高 在这张图来说 对农是非常劣势的一张地图 所以这张图要尽肯的跟对手打架 而不是在这边存 好,那VIPER呢 这边中国应该是随机到的 那中国在这个对局来说里面的话 前期的经济优势其实也是蛮强大的 毕竟前期领先快要两村 所以经济来说并不会太差 而且人数上打TC 打这个4人或5人插箭塔的时候 压力上也会比较小一点 所以中国人打这个索克特拉岛 其实是不差的选项 好,这边围一下 哎呀,这边撞城门 差点就被击杀掉了 VIPER为了射杀这只肉马 但是没有办法 让自己的火鸟给跑回去 这边要重新退一下 好,那这边泼斯 大概什么所谓出门呢 这边没意外的话 应该是要先稳定一下伐木地方 然后待会肉OK了 待会就要出发了 好,待会波斯人使用TC报的时候 需要修城镇中心之外 还有这个城镇中心的木头 那肉的话也可以考虑拉4到5个人去吃了 可以稳定自己的肉量 待会TC盖好可以继续按村民 好,那VIPER这边的打法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开局 波斯这边点一下植布技术 应该是要出发了 好,植布技术点下 哇,16村点植布 好,但这边还没有上路哦 这边还在等植布 应该要走了 OK,出发 9村TC报 出门时间偏早 好,这个2村 吃果子 好,盖个房子 待会把这个城镇中心滴掉 会有点卡人口 好,这里再补个1、2村 这要补木吗?还是要补肉呢? 好,这边是决定欧一木头 好,但是VIPER已经早就知道 你是要来TC报的 那这边VIPER最好的方法就是下房子打地桩 让他没有下这个城镇中心的这个地基就可以了 好,波斯看到这个情况 哎不行不行,赶快往回走 好,不然这里打下去会很糟糕 好,但还好波斯没那么冲动 现在家里TC还可以继续按村民 但是6点不太够了 好,这里肉要赶快补一下 吃大象的人 左边这边再稍微打架一下 好,所以刚刚没有补到5个人吃果子 是因为家里还有大象没有吃完 出门时间偏很早 好,这时候VIPER已经点下了封建时代 好,那现在果子也是有点缺 好,鸵鸟是有吃完的状况 好,那波斯待会就要黑暗打城堡了 这时候拉这么多村民在前面 真的能成功吗 插这个TC 好,VIPER在前方补了一个军营 只要这附近有均匀跟建筑物的话 多多少少能提防到对方的TC爆 那只有上方这个位置比较危险 左边应该还可以 这个地方应该都会被看到的 好,但是VIPER的肉马一直在侦查你的动向 好,这里赶快补房子 这里也是,这里也是 赶快补,赶快补 这个边界哦 这个边界要赶快补房子 来,上面没人补,完了 这里要被插了 哎呀,这个TC果然还是敲下去了 最后TC爆好像还是成功了 好,那城镇中心被摧毁 这里吃肉的村民就只能来吃果汁了 好,不然把这个羊拉过去吃 好,这里稍微把自己围起来 好,开始去盖出城镇中心 那波罗斯的城镇中心的血量是 一般的TC两倍呀 这四千八百滴血 对射来说的话有血量优势 现在这个城镇中心包 压力非常强大 但是Viper完全不屌 诶,我也不修 我就盖我的射箭厂 然后转弓兵 给你更大的压力 那待会弓兵一出来的话 没意外应该要先攻击对方的墓区 跟这个果汁区 所以Viper这边在重点侦查 看看你的支援点在哪 然后弓兵一出来就可以出发了 好,那待会就是要稳定这里的墓区 跟挖金的地方 这么早就要来点下一级射 Viper打算要断村去点一级射 看来是决定不彩肉了 这村稍微打架一下 好,再回头打 这里想要把Viper围起来 围起来其实无伤带呀,你就围吧 好,工兵已经来了 木区优先打 后面过来 稍微射一下 有一级射的话才射到 现在这个距离有点远 偏深入的地方 好,这里补成两层木墙 后面的柴肉村民过来打架 好,家里这里拉了一堆羊过来吃 赶快补个羊 继续不断村 聪明树先稳定起来 好,Viper这边也是拉了一些弓箭手 在这边烧了 好,这里烧了围死 好,这里直接把Viper围起来 这个落马跟工兵直接被围杀 这一波围杀POSE打得非常漂亮 好,那现在POSE有村民上的数量优势 但是Viper这边也有弓箭手的 产生弓,产生优势 所以现在Viper只要我们出弓兵 诶,但TC没有打算要盖了吗 这里直接补了一根箭塔 这难道是 不盖TC 防TC爆吗 没有TC的话就不用防TC爆了 确实合理 OK,那Viper这里是继续出弓兵 不按城镇中心 村民数落后没差 反正我用弓箭手去猎杀你的村民 就可以达到村民平衡的效果 Viper这边的想法暂时是这样子的 好,这边弓兵过来 看一下Viper这边 细节操作能不能打得好一些 三只弓兵过来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左边在吃鸵鸟的村民 这个没有看到有点小亏啊 没有办法 Viper这边的肉马已经被打掉了 现在侦察有点无力 好,这里稍微拉打点掉了一只村民 这里很多村民在收村 这里挖金矿村民也很多 那波士人黑暗时代挖金矿 其实是没什么意义的 毕竟黑暗时代是不能盖市集的 好,这边稍微拉打一下 这边拳套上拳套直接开打 后面这里有箭塔 要不要收村呢 收村 好,这里拉了非常多村民 直接要来扁右边的弓箭手 弓箭手一直在努力拉打当中 好,这里拉打继续攻击 应该可以收掉几村 好,下方这边弓箭手在巡逻 左边的鸵鸟吃得很开心 现在看起来被断肉 但是有四个人在吃鸵鸟 所以断肉的情况并不会那么严重 但是问题是要怎么突破这里的弓箭手呢 所以村民就只能被迫收村 13只村民在里面 没有办法正常采集资源 凡是Viper只有22村 但是所有的村民都是正常工作当中 好,这里把牧区的村民要尽可能的赶快往里面 挖进去就不会被射到了 左边这个鸵鸟真的吃得有点开心啊 好,Viper这边拉了四只村民过来 用了四集买了100石头 准备要来插箭塔 直接把你这个牧区给插死了 完蛋了完蛋了 这里剑塔一键好 待会就难逃了 那Viper如果再狠一点的话 还可以拉个木墙 围死他 不知道波士这里有没有发现 应该是有的 毕竟家里这里是没有办法正常运作了 虽然可以按村民 但是村民按这么多也升级不上去 好,显得有点尴尬了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刻意断村 断村的话赶快升封建时代 村民可能就让他不按了 好,村民直接绕干 村民赶快收一下 不收村 只用弓箭手 去做一个拉扯 哇,这里点掉非常多村民 现在波士真正有在工作的村民 可能实际上不到十村 好,波士这边决定再往上走 盖一个新的城镇东西 要来拆除箭塔 好,这里收村 可以拆这个箭塔 好,村民可以空到Viper这边的墓区 好,Viper这边可以再补一个新的城镇东西回来 哈哈哈哈 怎么又回到原点了 然后还可以偷对方的农田 Viper真的是太狠了 既然你盖我这个田 那我就把牙蛙田给低掉 波士人的反应也是很快 田重新再撒 反正食物吃的差不多了 好,波士现在这个情况 还是可以收到Viper的城镇中心 这有点尴尬啊 这个位置没有稍微退后一个 好,Viper决定要 开始狙杀波士的城镇中心了 现在木头被控起 波士人是断木的状态 只要让波士断木继续的话 这个城镇中心势必是修不起来的 但是它血量是一般的TC两倍 要射掉也是蛮久的 好,Viper开始把一些村民放进去 还有弓箭手 去补一下城镇中心的箭矢数量 好,十只村民可以来到八只箭矢 那有八只箭矢的话就很给力了 哦哟,来到十三只 十八箭矢 箭矢数量直接补满 后面村民赶快修一下 Viper准备要来围杀他了 既然你将塔弓 你将TC爆 都尾TC爆底 中国TC爆 但是它自己没有爆掉 好,Viper这木头有点缺哦 要按弓兵又要伐木 木头其实不是很稳定的 好,这边弓箭手不敢走进去 一走进去可能就被点掉 Viper这边对射的结果 有机会吗 现在才把对手的一半的TC的血量给射掉 Viper的木头明显不够 这里只能被迫收村 诶,把村民放出来 但是右边村民开始在打架 但是后方有两只弓箭手在助阵 这边残血的村民可能难逃一时 摘一拳有机会吗 好,后面的弓箭手还在追 正面的TC 努力修,把所有的弓箭手放进去 让其他村民去采资源 但是这个TC好像难修回来了 对方波斯人 木头已经稳定下来 暂时没有问题了 好,这些村民还在绕跑 好,上方这里弓箭手去巡逻一下 看野外有没有伐木村民 其实没有咯 最后的村民都在这里了 全村之力,三十村 还有一只在野外走 这只是野外的村民 全部的村民都在这了 好,Viper一直有用弓箭去侦查 但是都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所以Viper更确定了 这是你最后的城镇中心 好,这里继续用弓箭去偷一下 偷你的数量 这样波斯人为了不断村的关系 所以村民一直按一直按 造成自己时代落后 没有办法有效反击 Viper回去 哇,这个村民一直被弓箭手给点掉 波斯一只兵都没出 可能就要狙了 OK,大家出了决绝 恭喜Viper 拿下比赛的胜利 这一把Viper打的就是一个无纹 平常大家遇到这种TC 不知道应该是荒的一批 Viper这边展现出了 没有TC 就不怕TC抱的一个问题 也不是问题 这个优点 把这个问题点解决掉 让对方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那就是做到最好的防守 那Viper这边也很聪明的 把所有的木头 工房金融投资在射箭场上 爆出大量工兵 只要把他的木区给抓掉 那待会TC再 待会再补回来就行了 反正他的TC 按村民 按太多的话 也很难升级到封建时代 Viper的想法是确实很有料的 逻辑非常正确 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那经济的部分 是由中国人Viper拿下经济的资源 虽然村民数输很多 但是中国这边村民 大部分都是有工作的 那波士人这边 则是大部分村民都在收村人状态 而且一直在逃难当中 村民数虽然多 但是资源量 还输了1200的资源 这1200的资源 都可以让Viper 升到了这个城堡时代了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这了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记得把订阅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各位掰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